虽然我们刚刚说了外资本来应该又放假去 但是没想到却意外的汇入台湾 但是眼看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 然后紧接着是元旦新年 因此市场大多都是保守看待外资这一波的汇入潮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内资终于能够登台演出了 因为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小跌15点 但是规买指数可是逆势上涨收红 上涨0.22% 重新站回到月线关卡之上 那么对于接下来台股的走势 我们就来听听内资怎么说 简单一点来看的话 就是第一金的投信认为台股没有看坏的理由 因为从无机之谈走向了有机之谈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要从经济面还有资金面来帮大家来做整理 其中先带大家看这个走势 就是台湾的GDP成长的年增率 从过去到现在看到今年 从原先的2.64%到2.28% 现在初步统计 第三季的数据会达到3.1% 所以代表着经济有持续明显的在座成长 所以也让第一金的小型精选基金经理人直接说 现在全球经济的趋势是直接温和向上的 所以台股明年渴望能够先蹲后跳 所以在这里因此能够看好台北股市未来 还有机会能够社会到全球景气回暖的行情 而持续走深 当然就要从经济面还有像是资金面来当大家做整理 到底目前看到国内的投信论点又是什么呢 从经济面来看的话 其实看到各外资现在都开始推估明年的GDP 全年的GDP的年增率 渴望能够达到2.5% 所以说是保二还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目标水位 那另外可以观察到在于上市贵的公司 明年预估的获利可以达到2.09兆元 还比今年再成长4.2% 所以等于说是其实看到上市贵公司的企业财报 表现也是相对亮眼的 在这里也能够提振台北股市的士气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要从资金面来看了 到底台北股市有没有哪些活水 持续推升股市向上攻坚呢 其中就来看到像是欧洲 还有像是日本以及新兴市场 其实目前为止都是维持相对宽松的情况 尽管FED是维持升息缩表的 但是目前看到这三大市场呢 都还是有维持相对宽松的 所以在这里也能够抵消他们升息缩表的压力 再来就是看到刚才提到上市贵公司 明年预估获利还能够成长 所以有获利就渴望能够再发现金鼓励 所以台股的企业的现金鼓励 明年的总额直接上看了1.2兆元之多 所以大家拿到现金鼓励之后 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投入到台北股市 这都渴望能够成为股市提供的有力支撑 所以因此总结一句 投信就说了台北股市并没有悲观的理由 值得来做观察